其实决赛的时候跑得还是比较紧的 然后下来之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冠军 但看到这个成绩的时候还是蛮惊讶的 因为决赛我好像我记得打到了三到四个篮架 但是还能跑出这样的成绩 而是在无风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影响可能对大家都会有一些 但是我们也在积极地调整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小差距的话可能可以更快一些 但是没关系结果已经很好了 在一个项目里面 如果没有人出现跟你竞争的话 其实我觉得想要在网上提高就特别的困难了已经 其实我跟她就是同一时间就是出现在中国田径 女子一板玉兰的这个就这两年来 我们我觉得相互促进其实还是肉眼可见还是蛮成功的 也希望我们在退役之前保持这样的良性竞争 继续就是把比赛做到退役之前的每一场都做好 当然是进决赛了 对 当时呢还是要把自己的硬实力给提升上去 然后才可以在明年的巴黎的舞台上跑更多的探索 谢谢大家